趕緊慢慢走 真的好無奈逛街購物 買得正開心 突然陷入一片黑暗 大家只好排隊 從手扶梯下樓 還有年長者在旁人搀扶下 一邊注意腳步慢慢前進 但仔細來看 所有樓梯口緊急照明設備 竟然通通沒起作用 太誇張了 因為這樣很危險 沒有任何緊急照明設備的話 是很容易出人命的 如果當時候還好是 沒有什麼火警之類的 可是人都是這樣 慢慢慢慢走下來 都是很擠的 民眾忍不住痛罵 真的太誇張 逃生指示照明 竟然全都沒有亮 消費者還得自己打開手機當照明 萬一發生火警 或意外事故該怎麼辦 對此原本信義表示 停電原因有待調查 不過初不了解 緊急照明設備一切正常 因為原理公民的隱藏 照常管理停電 我們前面有兩個 沒有這個方法 民眾拍下多張照片 質疑消防安全措施不足 至於台電也回應 事發當下接獲火災通報 馬上到場協助調查 線路方面一切正常 至於事發當下 消防SOP是否確實 還得登百貨業者進一步說明 解釋的消防灰山 台北常常報導